没有的 那你起个什么劲啊 人家有女朋友 他跟他的女朋友已经没有爱情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两个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 你现在跟你的女朋友怎么样 他说 就那样吧 爱情久了 就会变成亲情了 他能收签到市里这个总公司 就是他女朋友让给他这个职位 他觉得他欠他的女朋友真的特别多 这也是他拒绝我的一个原因 他觉得他对他的女朋友很内疚 但是他是喜欢我的 所以你今天来是干嘛 我要跟他告白 你要跟他告白 就是要抢别人的男朋友是吧 我不是来抢的 我只想告诉他 我真的很喜欢他 如果我是来抢的 我今天也不会来到这 哥因为我可以帮的很多啊 他欠他女朋友那些 我可以拿钱帮的划 都可以的 只要他跟我在一起 我就可以 你想买他是吧 我不是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这叫互相帮助吗 像他的工作有问题 我就可以帮到他 我爸妈人权很广的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 可以接去我爸的公司 单一个管理层 这事你问了你爸吗 问了 你爸也同意 他肯定会同意的 我曾有多大 想做的就没有做不到的 我接下来会让你今天尝试一下 有什么是得不到的 这女孩她非常的直白 已经把她的所有的目的 都弹了出来了 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请问各位 您觉得这位女孩 今天能够如常所愿吗 就是你父母对你的骄纵 让你产生一个信念就是 这个世界就是你的 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而且毫无原则和道德立场 我觉得他好可爱 很简单很直接 其实男人很讨厌女人 整天要他猜他在想什么 他这么直接的话 可以省很多事情 表面上看到是他追他 但说不定是那个男生 潜意识中在追他 他既然能够表达出 我的女朋友 已经没有爱情这种讯息 搞不好他是欲情故纵 他就想棒上这个 就想棒上这个 给我物质 给我平台的这么一个女性 很开始这男生就已经拒绝他 说我们两个不要谈论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想跟一个女生 进一步发展的话 你会跟他出去看电影吃饭 然后不停地跟他约会吗 我觉得这男子80%是一个渣男 你的思想 我觉得比较阴暗刘冠男 他是一个自尊心 比较强的女孩子 这个男孩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要给你面子 或怎样呢 给他面子就是所谓的暧昧 为什么要给他面子 不行就是不行 行就是不行就是行 那给他面子 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 我觉得婉言拒绝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 多朋友多条路 你没必要把自己后路都给断了吧 你倒觉得这姑娘 今天其实有几分胜算啊 你想 这小子原来就是靠女朋友 让给自己职位 眼看着眼前这个女孩 带给这更光明的前途啊 那干嘛不换一下呢 问题是下一次 说不定还有一个 比你更有经济实力的人 再把你换下去 这你得有点心理准备 不会的 其实我很支持你今天来到现场 但是同时要提醒电视机前 各位同类型的女生 因为我相信这样的结果 遇到这样的渣男的话 你们的结果一定会更惨 我想问一下 孙琦家里的条件怎么样 很贫寒吧 他上大学 家里就像杂购卖铁一样的 供他上大学 他不是渣男 他是很有上进心的一个人 真的就想告他 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他 我他不要拒绝我 红利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母的交组 让女孩红利认为 世界上想要的都会守护他 红利遇到孙琦 便一尽心心 随其展开猛烈的追求 而孙琦一句 我和女友 只有亲情 没有爱心 并让充满自信的红利 以此为爱的证据 而来到舞台 并希望自己 与孙琦的暧昧不兴 最终变成爱情 那么 没有明确拒绝红利追求的孙琦 会来到现场 接受这份傲慢的告白吗 如果事情的发展 并不如简单的红利所想象 我们也希望 他能因为这次告白 收获本该人的 对生活最朴实的认识 如果他今天说 我不跟你走 我跟我女朋友有爱心 那就 但我看错人了吧 还好 我心里还稍微落下点圈 这姑娘还不是完全不懂事 来 请站到开启 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好 接下来来问到你几个问题 孙琦 你觉得他今天会来吗 会的 如果他不来呢 他肯定会来的 如果他不来呢 因为他在生活当中 已然拒绝了你 如果他害怕 他就是不来的 他要是不来 我也会找他的 你还要找他 如果他的女朋友今天来了 孙琦却没来 你怎么办 他来了正好啊 我想告诉他 我们两个谁最配的 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这么不善良 虽然你有你表现自我的旋律 但我还是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在大家面前 还留下一点 好印象的话 最好还是懂得如何尊重别人 和尊重自己 接下来让我们造出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如常所愿啊 你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孙琦的女朋友 我叫娟姿 你为什么要到现场来 这不很明显吗 因为有人调戏我的爱情 所以我进来 我有必要调戏你的爱情吗 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我要是调戏 我要是调戏的话 我在手里 我觉得你现在 我在底下 我做了一些小手段 你们早就分开了呀 我觉得很可笑 你们多久没一起吃饭 过去看电影了呀 是啊 你们有多久没有看电影 难道在你眼里的爱情 就是看电影吗 你们是异地恋好吧 我们能暂时的 暂时的 你永远都不可能 你升市到市公司 你跟他在一块 而且这些机会都是 我可以跟他在一块 我觉得你自作多情 他现在已经对你 没有爱情了 只有亲情 是他告诉你的吗 我自作多情 我跟他最清楚了 因为我现在天天 你清楚什么呀你 他爱我我爱他 我们这就是有爱情 我现在就是有很多东西 你没有的呀 我没有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 你跟我讲什么呀 那你说你有什么 那我先问几个问题 我当时很想去 我有城市的户口 你有吗 如果我两个以后 在一块的话 我俩就不会因为 孩子的教育问题 也烦恼对不对 你可以吗 你去银行 你前面有50个人排队 你不也在傻等着吗 我给我表姐打了电话 我三分钟就搞定了 你懂什么 叫做生活在这个城市吗 你压根就不懂 而且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你放手吧 你是拥有很多 你家里条件好 有车有房 可能什么都有 你爸妈都会给你 但是别人 你爸妈给不了 你用来这里抢别人的吗 我有不要抢吗 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你有这些 是你先天的 没有错 可是你拥有的再多 对我来说 我根本不在乎 我不稀罕 可是我现在就是有 你喜欢的东西在我这 你不觉得这话说的有问题吗 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你觉得你拥有他有什么用啊 你得到他的人 你也得不到他的心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可悲吗 我可笑 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你好可笑 你还是很笑 就算你家里有300平方米的房子 我家里有30平方米房子 但是我就是有松奇 我就是有他 你没有 你已经得不到他的心了是吗 就算你有300块钱手表 我只戴一个30块钱手表 咱们俩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我问你是不是一样的 来我问一下 为什么你男朋友今天没来 我不想让他来 你为什么不让他面对呢 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可以面对他的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男朋友说了 我们之间只有亲情而没有爱情了 我觉得爱情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叫亲情 如果你连亲情都没有 说明你根本都没有爱过 他说我们是亲情 说明只能说我们更加稳固 那现在请把那边当成空气 来跟我老师说一下 你跟孙琦现在到底感情如何 就之前一直都还蛮不错的 就一切都挺好的 就是后来他到室里边去工作 就是每个星期之前都会来看我一次 怎么着的 然后就后来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然后就电话就是明显就少了很多 我想问一下他刚才说孙琦现在的工作 是因为你而获得的是吗 对 如果有一天孙琦真的跟你分了手 你会后悔这样的决定吗 不会后悔 因为我觉得我爱他 我还是比较相信他的 你相信他爱你 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呀 如果他要是来 今天又如果选择你 那么好 我就把他让给你 你不是觉得他爱你吗 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 你让他来啊 背负着两人的梦想 孙琦来到新的城市 与娟子开始了异地恋情 然而 富家女红利的出现 给娟子本来稳定的爱情 蒙上了暧昧的阴影 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 直率的娟子选择独自面对红利 然而 三个人的谜局 两个女孩根本无法脱戒 一边是相恋两人 勤重如山的女友 一边是家境富裕 火热追求的女孩 孙琦 会有勇气来到现场吗 那么接下来看看 孙琦会不会来到现场呢 你们俩谁去开 我 我才是她的女朋友 好不好 所以你开给你 你开吧 来 请 来 问你几个问题 孙琦如果今天来了之后 做出了你不想看到的角色 你会怎么做 我会自动离开 因为这不是我要的 如果孙琦出来之后 立马痛哭流涕地跪在你面前说 我对不起你 你给了我的前途 但是我却 想要离开你 我可以用我将来的余生 用金钱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补偿你 你会接受吗 不会的 因为这不是我要的爱情 我宁愿放手 好 孙琦 让我们来倒数五个数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二 知道你会来的 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你干嘛摔开我的手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三样人是想站那儿 站一辈子吗 来 有请 来 请自我介绍一下 老师好 我叫孙琪 在哈尔滨工作 你是否跟弘历说过 你与娟子之间 只剩下了亲情而没有爱情 错过 因为 因为当时在市里工作 弘历一直对我特别照顾 我承认我对她的一个好感 我感觉到她喜欢我 所以你说这句话的意图是什么 你没有什么目的 只是想说表达那时的心情 那时的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跟娟子之间 真的只剩下亲情了而没有爱情了 是吗 就是这样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的 你会选择我的对不对 你那么喜欢我 咱们两个在乎那么开心 你干嘛 你放开你手 你弄疼我了你知不知道 这有没有男朋友 我就是没有做这 他已经不爱你了 他在对你只有亲情 你还不明白吗 是这样吗 你告诉我 是不是我们之前只有亲情了 没有爱情 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子 你说 你别逼人 让自己选择好行吗 好了 你这样逼人有用吗 别吵了 别吵了 我知道你现在挺难过的 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 其实咱好好说行吗 你别哭了 我知道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现在很难过 但是现在你们只有亲情了 你以后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好吗 你给我什么 你给我什么 你说我都是很想听 你能给我什么 你放手吧 为什么你要给我什么 我为什么要放手 我可以帮他给你的 给我什么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他怎么就不爱我 你说话呀 你别逼他行吗 真的只有亲情没有爱情了吗 你哭有用吗 来别伤心 我也给你一点 要吗 擦擦你的眼泪吧 我要是你 我就不哭 人家都给你擦眼泪了 有什么好哭的呀 这气势不一定在我们这边 好 接下来 我想把弘历刚才问 娟子的几个问题 来问孙琪 孙琪你听好了 你是娟子 我是弘历 我来问几个问题 你娟子有什么 我有城市户口 你有吗 请回答 我有孙琪 好 我有醒贺的家事 我能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娟子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你凭什么跟我争孙琪呀 我有孙琪 好 你看我们俩在一起能比吗 你看我的身段 再看看你的身段 他要的并不是这些 原来你是还是比较了解娟子的 但你干嘛要去跟别人看电影 干什么 那段时间 红绿对我特别照顾 她是一个好姑娘 因为那段时间工作落差 我尽尽对她有了好感 我也克制不住当时自己的那种想法 就陪她去看电影逛街 静静的产生了一种喜欢 你有没有过动摇是因为弘历的家事 这倒没有 因为我喜欢的是弘历的为人 她的性格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 告诉他们我的选择 好 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 你就把你真实的选择和话语告诉他们 好 接下来是他们三个人的告白时间 秋奇 你今天来 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知道我身上有挺多不好的地方 我爱杀小孩子脾气 你知道的 我是嘴硬心软的那一种 我就是再不好 我也真的就是我太喜欢你了 我是因为喜欢你 我才这样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骂我 怎么说我 我知道 我都懂你 你只是 少了一个机会 你那么有上进心 如果咱们俩在一起 我不是因为我的这些 而让你选择我的 我就真的是可以帮到你的 我 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现在的 还没有 我都没什么 我好 我这些 只要是 不是 我 我 大家好 我 刚刚好 我 等你 我 你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 我不知道你来 为什么还要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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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